The Silver Bear for Best Actor goes to Wang Jingchen in his leading role 這次我們重新回柏林 其實去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可能不會空手回來的 這個故事讓兩家 從知青回來 到了工廠 從未形影不離的朋友 沒有同時結婚 又同時同年同月生了兩個孩子 突然有一天不小心 其中一個孩子就沒了 問他什麼 也不整個 那這一下子就讓這平時 平時兩家人的關係 徹底就沒有辦法維持過去的關係了 然後就漸行漸行 我這裡一個字都不要說 電影三個小時就走過了這些主人公 30年的生命歷程 每個人物身上的小小的變化 其實就影射了社會的背景 這個故事裡的沈浩和劉欣 他的出生的時候 計劃生育政策是國策 90年那個大面積的改制裁員 在小孩間上 孩子的社會一出 正好在這種尷尬中 又下崗了 自謀職業 走到了福建 變成漁民 完全跟過去隔離 他們要收養孩子 一切想重新開始 但實際上可以說 孩子出事的那一刻 對他們來說 生活已經沒有意義了 剩下怎麼辦呢 如何能夠繼續活下去 找尋這個理由 是成了他們唯一的動力 這種失毒家庭 對過節真的是仇恨 電視也不開 外面的鞭炮 大家假裝聽不見 窗簾拉著 失毒以後的收養孩子 又重新出現很多問題 比沒有孩子還要大的問題 王遠遠的養子到長大了 親生又叛逆了 年輕人我要獨立 他們又遭受一次 骨肉分離的這麼一個事情 我是想在這裏面塑造一個 真的是兩個善良的人 兩個無力的柔弱的善良的人 他們是個逃難的兩個人的感覺 你說要是在年年裡面 我還能活下去嗎 真的老兩口相依為命一輩子 他們老了 到了墓地上看孩子 穿個衣服哪臉拉不上 他老婆一回頭自己弄好了順手就幫他拉 到了墓地上 也不用說什麽 先把荒草拔一拔 就是麗雲走累了 拿個包拿出一瓶水喝一口 然後遞給他 然後那個就是喝酒 也不理他倆也沒話說 淡淡的那種釋放出那個憂傷 永梅很沉穩很淡定 我一直對永梅這個形象很惦記 我覺得他的年齡段還有整個的狀態 在心裡是非常符合這個角色的 景春其實年齡段比永梅小一點 長了一個少年老相 就一直顯得那麽老 他那個眉毛就倒八字眉 圓圓的臉 我們第一次是叫他演那個我那個片子 《我十一》 其實相對於就是找一個我父親的角色 這我一看了我覺得很有特徵 跟我父親差不多 我們這個講述的 我們中國人普通人的生活 帶給了我們非常真實的中國人的生活和命運 中國人在普通的生活裡 他沒有太大的要求 極善良極其你來順受 真的遇到大事什麼事 他最後就歸結為自己命不好 但是實際上他們這種隱忍才真正的很堅強很偉大 片名裏面就我們有一首歌《友誼地久天長》 人的一生漫長又短暫 經常我們年輕的時候說我們一輩子別分開 但是往往生活可能不是你所願 可能突然之間你走向一個不可逆轉的命運的方向 漫長的生活裡的那種計劃之外的無常 但是我們把這個沉重化解為一種辛酸,一種蒼涼 生命在延續,時代的洪流在改變 其實了解我們自己就是了解這個故事 時間已經停止了 剩下的 我們還有什麼不可以面對的呢